2018年10月台铁一辆开网台东的鬼游马号 行经苏澳新马车站时因为列车出轨 导致18人死亡116人轻重伤 其中一名苏信伤者因事故骨折 神经损伤创伤后退化关节病等 向台铁还有司机员尤正仲请求赔偿 保员当时认定台铁跟尤正仲需连带负起赔偿责任 台铁时候一判决除了给付苏信伤者536万 再加上先前给付的慰问金抚恤金共587万元 但邮正仲却没给付半毛钱 台铁因此转而向邮正仲来求偿 赔偿一半金额293万 一审认为事故列车发车时 阻风泵已经出现故障 台铁人员未及时发现更换车辆 司机员只能听命台铁指挥判决台铁败诉 但到了二审却是大逆转 法规认定事故主要噪音是司机员超速行驶 关闭ATP系统并非列车阻风泵故障 但已认为邮正仲执行职务时 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 而求偿分担比例未违反诚信原则 逆转判邮正仲应赔偿台铁293万 其实邮正仲面对求偿 主张事故不完全是一个司机员的问题 他努力排除列车障碍 并未违反注意义务 反而是台铁提供故障车 未善尽管理人的责任 如今二审判决出炉 台铁强调尊重法院判决 将依判决结果来办理 全案还可上诉